你有什麼想和一些準備來台灣的香港人 有什麼中國建議 很重要的是你如果想在台灣生活 你用什麼身份想清楚才來 然後你要好好計劃 例如你想讀書的 那讀什麼科 讀哪間大學 那間大學背景是怎樣 你的目的是想再繼續升學 還是讀完書之後 你知不知道自己要在這裡做幾多年 才會有機會拿身份證 這些你要完全了解 做好期望控制 然後再做 這樣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你要知道自己的起步是怎樣 就不要過來想 不要理會了 到時有什麼意欲才會怎樣 還有大家要記住 有一件事 你是不是去台灣也好 你哪個國家也好 記得香港的電話號碼一定要養住它 你的銀行卡 你的電話的安全密碼 全部是需要收到的 有些朋友就傻猪猪猪 就忘記了 就剪掉了個號碼 以後不回香港了 我不管了 這樣就麻煩了 他在銀行的錢 就完全拿不出來 因為他真的不回香港了 對吧 這些就是一些小細節 大家要去考慮的事情 要去考慮的事情 最後就是 離鄉別井 真的不是一個 不是那麼容易的決定 一旦做了這個決定 大家需要 置諸死地而後生的那種心態 還有去到台灣 或者去到其他國家 積極點參與當地的香港集會 我看到台灣的香港人 都不夠膽參與集會 經常都說怕很多間諜 很多什麼什麼 怕被人戴頭 戴口罩 香港遊行也是這樣 那時候是怎樣 現在是怎樣 沒有理由你去到外國 還在香港 我們是有責任 不可以讓白色恐怖 是在外國延伸的 我們去到其他國家 要追求自由 不是追求自我限制 這些都是要想的 大家要準備好心態 然後你才出發 心要定 腳繼續走 就可以畫到圓 可以圓到香港人的夢 最後一條問題 你有沒有掛念香港的一件事 我掛念我的兔子 兔子在台灣香港 不可以直接過來 很多手作 或者我要拜託在其他國家的人 幫我照顧我的兔子 在他那裡逗留完再來台灣 但我的兔子不是年紀輕 要頂兩程飛機 要頂兩次隔離 你能頂不頂到呢 就是 這個就是 愛他 目的是愛他 還是要擁有他的分別 所以我一直都很捨不得 由第一天 我決定要來台灣 我已經很捨不得我的兔子 所以 也沒辦法 夠不夠 那些朋友 幫我照顧他那些朋友 有空開一下 視訊 我跟他見面 他聽到我的聲音 也特別著弱 其他事情 一定是家人 家人不用說 但 也很無奈 我和家人 已經沒有關係 所以 也沒辦法 這就是離鄉別井 好 再次多謝姜牧師 接受我們《大眼鬼樂部》的訪問 謝謝 謝謝 下一條 台灣 或者是台灣人 給你的印象 和你初初所想的 有沒有出入呢 我 我從來沒有很刻意地 因為他是什麼國家的人 而怎樣看一個人 包括 在反送中時期的時候 有些 中國人 他去到聯絡我 他 想知道香港什麼事 我都不會因為 在抗爭過程中 然後 歧視他 不回答他 或者覺得他是鬼 還是怎樣 因為我覺得 我對任何人 都沒有特別的期望 也沒有特別的標籤 一些人 所以我沒有 覺得 和期望 有沒有不符 因為我本身沒有刻意 去認為他們是怎樣的族群 所以 就 逐個逐個去認識 因為我相信 人人都是不同的 是 沒有說的 在台灣人眼中 香港人是很見利忘義的 或者是很厲害 經常想賺錢 這些都是台灣人 某些台灣人對香港人的 一些固有的想法 自從他們接觸我之後 就覺得好像不是這樣 所以其實 我覺得 很喜歡賺錢 很喜歡做什麼 做物的人 每個國家都有的 但是 關係是獨特的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 不需要 覺得 你是台灣人 我覺得你一定是怎樣 但你沒有做到 我覺得對你有失望 不需要 其實每個關係都很獨特 你在香港 都有 有 說教 因為 你是基督 唐 你現在 有沒有 有意在台灣 說教 或者傳道 其實我自己本身 保持著我的行為 我是一種宣教 我現在沒有一個固定的教會 但是 我在香港有 但是現在沒有了 但是 我現在轉了宣教的形式 就是 例如 那個刀手筒 我 最近 我和他太太 看到面 因為 要調解 要談 她賠給我的錢 原來 他們一家人 是住在台南 故意 坐高鐵上來 和我調解 他有兩個女兒 剛剛出生幾個月 我直白說 我和他太太說 我會原諒你先生 甚至我會幫他寫求情信 她當場感動得 哭出來 我坦白說 你先生多坐一天 我不會多一元 也不會多一分開心 而他先生盡快出獄 能夠照顧回家庭 才是對台灣的公眾利益 是有最大的效果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要寫這封求情信 希望法官看 會不會由殺人未歲罪 變成可能一些 嚴重傷害他人身體 差很遠 兩條罪 我現在是用我的行為 來宣揚我的信仰 我沒有所謂 如果 神的安排到 他覺得 我有感召的話 我去開一個教會 其實沒有難度 因為我在香港最會 在台灣做一次 幫他用了國語 很難度 事情就是 到底 在天上的父 他是不是要我這樣走 他要的我就走 如果我沒有任何感召之前 我就繼續以我的行為宣教 這是我希望台灣人 可以感受到 在香港來的一個人 能夠帶著天父的愛 去對待他們 對待他們 我想 燕芳就是這樣 你 在今年的三月 在台灣被人襲擊 你覺得 是否跟大陸有關係的人所做 我今年三月十七號 凌晨在臨心北路 我都在這裡 要說清楚 那些人就問 臨心北路 煙花酒地之處 為何姜牧師 你會去那裡 其實 我是住在那裡 大家看到新聞片段 我下了的士 然後被人家拿刀桶 其實那裡 正是我家的電梯大堂 對出的位置 所以我絕對不是去那裡喝酒 我是去那裡返家 至於 那一晚是我第一晚 搬入臨心北路 剛剛放下行李 然後出去吃飯 和台灣朋友慶祝他生日 吃完生日飯一定是晚了 坐的士回去 回到他之後 下車便遇到這件事 我和對我行刺的人 是完全不認識的 他也不認識我 現在他的人已經被捕了 是機押中 現在是以殺人未遂罪告他 即是意圖謀殺之類 都不是意圖謀殺 已經是殺人 只不過我沒有死 這樣程度的一個控罪 他當時是捅了我三刀 我就很奇跡地 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西裝外套也是穿了三個洞 不知道為什麼 我身上只有一個刀箱 我當時醫生也跟我說 我是一度休克過 我是有經過搶救的 我也是做完手術之後 我去了在ICU那裡 是繼續接受治療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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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是 差點死了 我的肺是被人用刀 痛穿了 我現在說話 其實是有些 都會有些感覺 傷口 醫生也宣佈了一個永久性的傷殘 另外再說 到底他是不是 中共殺手 大家都很想知道 其實我 我用一個想法去回應大家 如果要在兇手口中 拿到答案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第一 如果他是中共殺手的話 他應該是給了掩口費 他是不會承認的 第二 其實他不是 所以他也是不會承認的 所以我們能夠從事件的偶發性 從事件的那個 我是受害者 從受害者的背景看來 再加上他的背景看來 然後大家去想 到底是否和政治有關 他的背景是甚麼 他的背景是捉聯邦的黑社會 他是一個25歲的小角色 他自己有三條罪被通緝 第一條是和毒品有關 第二條是和妨礙性自主有關 有機會是強姦非禮的 第三條是和詐騙有關 所以他是三宗案的通緝犯 其實要買這些刀手 買這些是最適合的 因為他也叫做這樣說 難聽一點說 難命一條 何不賺多少錢 他捅完我之後 然後才發現大禍 原來捅了一個這樣的人 然後他一路由台北逃亡 逃到台南 然後又回到花蓮 睡覺的時候 台灣其實是動用了國安力量去捉他 很誇張 然後整隊飛虎隊 爆滿在床上按下他 所以大家想 我答不了你 我沒有100%答案 答你是是還是不是 所以大家可以思考 我猜大家有足夠的智慧可以思考 很高興 蛋蛋俱樂部邀請了姜牧師 來接受我們的台訪問 我們開始了 你來了台灣生活 你覺得如何? 有沒有覺得還沒習慣呢? 我很明白大家都會有這個疑問 到底一個人來鄉別井 有沒有那個不習慣 包括有沒有飲食上 或者心態上的不習慣 但是對於我來說 我不是香港和台灣的比較 因為對於我來說 是監獄和台灣的比較 我想我這樣說的時候 大家會比較明白 在我的處境 在我的經常性地 有一些即時的政治壓力下 所以這一個才是我真正去思考的 而台灣這個地方 怎樣說 都是比起香港自由 這件事就是 真的高於一切 所以我是 我是沒有不適應的 好 第二條問題 有沒有所知 你身邊的人 在申請台灣的身份上 有沒有遇到一些困難呢? 其實在台灣 在香港過來的 香港人在台灣要得到身份 有三個的途徑 主要是這三個 第一個就是 是 投資移民 然後也有一個途徑是 讀大學 或者讀一些課程 第三個就是 因為一些政治壓力下 需要去到其他國家的香港人 主要是這三個 大家都有不同的疑難和疑問 有一部分香港人覺得是失望 然後回到香港 或者是 大家可能在其他的新聞報道都看到 有一些二次流亡 去了英國 或者去了加拿大 總是會有不同的 情況下會有不同的聲音 但是我近來 就已經知道 有一批的香港人 是拿到身份證 而其中一位 是我和我一起住 在台灣 今年選總統 選立法委員 他也有份投票 所以 各種的情況 是白態來的 即是沒有說 沒有說 我因為投資移民 我來到台灣 是不是一定成功 其實有很多時候 有很多事情要看心態 我們要調整我們的期望 是絕對需要調整的 對於我來說 譬如說 我們預期台灣政府 想當年因為反送中 然後令到哪位總統 候選人 由一個優勢變劣勢 劣勢變了優勢 現在是不是台灣政府 應該為我們做些事 大家不要這樣想 這件事一定有一個期望 要處理得很好 即是台灣政府 沒有意欠我們 他能夠做的 他也會做 有時候可能時間 要等久一點 又或者 如果真的不行 那我們作為一個 背負著 仍然留在香港的 香港人的一些期望 我們去到不同的國家 都可以有不同的身份 或者在香港的社會運動 我們仍然可以有 自己的角色和功能 即是在哪個國家 已經不重要了 總之你在那裡生活得開心 舒服 你感覺舒服 你找到你的位置 這個就已經很好 按照你這樣說 你覺得台灣當局 會不會對香港人移民的政策 會不會有些改變 其實這個問題 提到一個很深 可以去到很深 很深的 討論到 但我略略清停點水 有些人覺得 民進黨 因為香港人 而蔡英文 執政了八年 很多人就這樣想 覺得 會不會 國民黨 上場之後 反而會 要驅散香港人 或者 不讓香港人來 反而不是 因為國民黨 如果執政的話 他對於港人的政策 我覺得會更寬鬆 因為他經常都很希望 有些內地的分子 從香港再跳板過來台灣 拿身份證 甚至會拿到一些 拿身份證 他們有權投票 這是一種力量 反而民進黨 為什麼這麼高度審視 因為他們會調查我們的背景 他們會用國安的力量 去了解我們的過去 等等 所以我們 要審批很久 他不知道我是什麼人 我說我是抗爭者 個個都可以說自己是抗爭者 所以有些人 有機會是 要扮 要騙一些事情 其實他們可以這樣 門過去 所以反過來 整個形勢 對於香港人 能否拿身份證 我的看法 是如果國民黨 上場的話 反而是更寬鬆的 因為他要接納的 不只是我們這批 還有一批 有機會是他們想用 來製造一個選票機器的 那些人口 所以 有兩個看法 所以有兩個看法 這是我的小小看法 這是我的小小看法